好,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单元叫声音 那声音呢,只要有两个条件就可以有声音 第一个条件叫做有振动 第二个条件叫做有传播的介质 这样就可以有声音了 那我们会一一的讨论振动跟介质对于声音的影响 那么把振动呢,分成三个部分 振动有振动时候的形状 还有振动时候的大小跟振动的时候的快慢 这三件事情来讨论 那我们所谓振动时候的形状呢 就会造成不一样的波形 那这个波形呢,就会直接的影响声音的特色 举例来说呢,今天我如果振动的时候是这样子 好,当这样子不规则的振动呢 听起来就很烦啦 这个就会叫做噪音 好,那如果呢 当它振动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规律的 那听起来就会比较好听一点点 好,这个我们就会叫做乐音 或者是有固定频率的声音 好,乐器的声音就会借由这样不一样的特色来展现出来 接下来第二个部分呢 振动的时候呢,会有振动的大小 那我们也会说这跟振动的幅度有关 我们叫它振幅 那振动的幅度呢 会直接影响到它的大小声 那大小声呢,我们叫做响度 好,举例来说呢 今天如果振动这样子 那它就会很小声 那如果振动这样子 那它就会很大声 好,这样就会有小声 跟大声的差别 这就是所谓的振动的大小 就是振幅与响度 好,接下来振动的时候呢 会有振动快跟振动慢 那这个快慢呢 我们叫它振动的频率 那这个振动的频率呢 我们会直接影响到音调 就是声音的高低 那我们会说音调高跟音调低 那它振动起来有什么差别呢 举例来说 举例来说 我现在说话的时候 声音比较高的话呢 它就是要振动的比较快 那振动的比较快的部分呢 它就会距离的比较近这样子 那如果呢 我振动的时候说话 音调比较低的话 它振动的就会比较慢 像是这样子 那影响振动的快慢呢 会影响频率 声音的高低 那我们怎么调整 这件事情呢 很简单 只要振动的物质的长短 当振动的物质越短的时候 它的声音就会比较高 就像我们吹高音质笛 放开的手比较多 那它吹的地方就会比较少一点点 那当它振动的东西 比较长一点点的时候 它的频率呢 就会比较低 那以弹吉他来说的话呢 如果它的绳子比较紧的话 那它的声音会比较高 如果它比较松的话 那它的频率也比较低 音调也比较低 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高音 跟低音 好 接下来我们讨论第二个影响 声音的因素 就是所谓的介质 那介质呢 就是传播声音的物质 那传播声音的物质 就会直接影响它的波速 那我们说呢 介质当它是固体的时候 速度会大于液体 液体会大于气体 然后呢 最特别的是声音在真空中 是不传播的 所以真空中不会有声音 好 因为传播声音的时候需要介质 所以真空中的时候不会有介质 就不会有声音 好 那第三个跟声音有关的介质的事情呢 是温度 当温度越高的时候 因为它介质震动的速度比较快 所以高温的时候波速会大于低温 好 那介质影响的波速呢 有三件事情我们要考虑的 是固体比液体比气体快 接下来呢 真空当中没有介质 就没有声音 最后是高温的时候因为震动的快 所以传播的速度也会比较快 大于低温的时候的传播速度 好 那波速的公式呢 其实跟速度的公式是类似的 波速就等于波的长度除以周期 那这个周期呢 其实是时间 波的长度呢 其实公尺或公分 所以就是距离除以时间等于速率 其实是一样的 好 那频率呢 就等于周期的导数 也就是秒分之一 所以波长乘以频率 也是所谓的波速的部分 好 那最后呢 我们就要看一下波的图 那一个波呢 我们升波画起来的时候呢 是这个样子的 它是上下 下上下的传播 好 那当它这样子往右边传播的时候呢 那我们要知道它的波长是什么 所以这一段跟这一段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那这一段就是所谓的波长 不管你是从人身的高峰到下一个高峰 还是从人身的低谷到下一个低谷 或从人身的一半到下一个一半 这都叫做一个波长 那这个高低呢 是所谓振动的幅度 也就是影响它响度的部分 我们叫它振幅 好 那我如果是波向右移动 那当它在这一点的时候呢 下一秒它就会往下下山 往下移动 好 那当它在这一点的时候呢 它就要往上移动 那这就是戒指的运动方式 好 虽然它是在同一点 下 上 下 上 并不会跑走 但我们这样画的时候 你就会比较容易了解 好 那以上是所谓声音的特色